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要让更活出更讨贪欢喜 他多么渴望得着我们的心 就是那种感动 所以那种感动我就是 神给我们这生命 这生命他有很压力 在他的身边 他想要做什么 在这生命 他有成为我们的 当时我的感受是 看到神的爱是真的那么的真实 那么的对我们的这样的永远不改变 不管你在什么的地方 不管你在沦落的时候 在面对这样的问题 或者是你对他完全沦落 这是神有他的爱还是不改变 他永远的是爱着你的 神的爱是永远 他没有改变 当时看到他的爱就是一直要吸引我们 他让我们知道他的爱是永远拥抱着我们 所以他是真的很何等的奇妙的神 他是这样的爱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不管我们躲在哪一个角落 神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 所以你会觉得 可能神好像离我很远 其实不是 神确实永远就是在你的身中 永远与你同在的神 所以在 times you will feel that like God is quite far away from me that is not truth because God is always love us He wants to be with us 不管你的心觉得我愿意的神多远 可是神的爱还是跟你很接近 很爱着你 No matter how far you think that you are away from God 所以我们不要制着我们的生命 我们知道神永远是接纳爱我们的 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向他回应 我们要给他更加清净 我们要愿意的让他来更加清净他 所以我们更能够经历到 神确确实是真的跟我们在一起的神 我鼓励大家 so here I encourage everyone that God's love is divine and God always uses his love to draw us to him 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神 他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 because he is the one who makes us and he knows better than ourselves 你什么问题神也知道的 so if we face so if we face